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大多数歌曲反响平平 好评度比较高的物理和野强威还不受现场浪花待见 双双败下阵来 针对一宫选歌 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是选区太冷门 好几首都没听过 另外歌本身也不够好听 旋律毫无记忆点 至于羞答答的玫瑰镜悄悄地开 虽然是经典金曲 但是不适合这类敬演舞台 话说浪姐三的冠名费那么高 就不能花大价钱买点好歌的版权吗 第二个问题是跟上纪一样编曲太拉胯 既然是改编 肯定的有新意 结果并没有什么惊喜 韩孝峰身边的过于平淡 自己形式大过内容 要你管没能真正炸起来 请你别担心 则完全靠姐姐们的共情力撑起来的 而本季的选曲之所以差评一片 音乐总监恐怕难辞其咎 作为一档音宗 为了保持音乐水准 最好不要轻易换人 歌手就是正面典型 一直都是凉翘百作阵 浪姐第一季能够大获成功 赵赵绝对功不可没 像兰花草 推开世界的门 用尽我一切奔向你等歌曲 本身并不算炸 他却编得相当出彩 对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季换成了刘卓 作为中国好声音 梦想的声音的乐队总监 他在内地音乐圈可谓大名鼎鼎 谁曾想浪姐二他的选歌和编曲 令人大失所望 整季下来竟然没有一首歌出圈 因为第二季口碑下滑 第三季赵赵回归的呼声不是一般高 无奈芒果台并没有请回他 而是启用了新面孔黄景十一 黄景是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 之前在时光音乐会担任音乐总监和鼓手 才华和能力颇受业内认可 为何到了浪姐三就大失水准呢 对此只能解释为他更适合纯粹的音宗 来到这样竞技类的节目有些水土不服 二宫 三宫已经录完 四宫的分组也提前曝光 从网上爆出的歌单来看 接下来三场公演的选举似乎不见提高 到时候怕是又要引发一波猛烈的吐槽 这一季来了好几位实力派的畅僵 宝藏姐姐一不在少数 可惜选歌和编舞没跟上 白霞恶这么强的阵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看一下